9月4日打,平静的南京路口机场跑道上突然传出一声巨响,一家首都航空的空客A320科机在执行完航班任务后,滑行入位时, 左侧一间与相邻机位的东航客机扮风玻璃线侧蒙皮发生碰撒,这架只飞汉中到南京的航班的空客A320,航班号为JB5716,该机于22.54分从汉中起飞,次日凌晨0.29分于南京落地,事故就发生在航班完成后,从媒体拍摄的事故现场图片可以看出, 首航空客A320的一艘小艺插入了东航客机的机首蒙皮,这架A320的一间已经开裂变形,而东航客机的机首蒙皮被划拉开了一条大口子,两架飞机都遭受了较大损失,气动结构受损,真是要停飞维修。 目前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之中,据航空业内人士表示,这次事故很有可能,是调度沟通问题造成,当时东航的客机因已经停靠在外,但有一些越过了停机线,首航的客机进入停机位时, 为注意到东航客机,才导致一间寡凑的东航客机,最了解,当时东航客机处于发动机试车用的停机位,出于安全考虑,如停靠的客机正在调试发动机,那么两侧的停机位,是不能停靠其他飞机的。 同时东航运线停靠的原因,也是因为调试发动机的安全需要,必须离停机线略微远一点。 至于事故发生时,首航客机的飞行员,是否了解东航客机调试发动机的情况,以及事故如何发生等等问题。 这位业内人士表示,也只能等待后续的正式调查报告,这是首都航空时天来发生的第三起事故,上个月28月,昆宁飞往杭州的JD5158航班出现机械故障,机舱突然施压,整机45度俯冲即将20分钟,氧气面罩弹出,不过最后该机顺利赶航,随后该航班换机直飞。 26日,北京飞澳门的JD5759航班降落,石突鱼,严重风切变,滑行时前起落架损坏,碎片系入发动机,导致左发动机受损,索性机长沉着冷静,成功赴飞并被驾盛阵,机上百名乘客仅有几人身体轻微不适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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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点栏目